人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欣赏和老公的结婚录像时,竟发现他与我的好闺蜜抱在一起,细查一番我才知道,他们早就绿了我,我不怒返校,下一秒叫他们彻底傻了眼,我收拾房间,突然发现我跟老公的结婚录像被扔到了床底下。 结婚多年,我竟从没看过我跟老公的结婚录像,我看着跟老公结婚时候的录像,里面我跟老公青涩恩爱的模样,我的嘴角便抑制不住地勾起了嘴角。 这些年,我们一直是外人眼中的模范夫妻,我也觉得自己非常幸福,有个这么疼爱我的老公。 我继续观看我跟老公结婚录像,边看边笑,但是突然一闪而过的一个画面让我的笑容当即僵住。 闺蜜何亚利怎么跟我老公抱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老公跟何亚利有一腿? 但是一想,何亚利是我跟老公的牵线人,怎么可能跟我老公有事呢? 肯定是我想多了,或许他们就是简单的拥抱。 我将结婚录像收起来,继续打扫房间,但是怀疑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心里。 我跟老公王磊东是惊人介绍认识的,介绍人就是我的好闺蜜和亚利。 我对感情的是随缘,但是我心里并不看好相亲的婚姻,但是或许缘分到了。 我跟老公第一次见面就一拍即合,才一个月就确定了关系,所有人都劝我最好擦亮眼睛。 但我心里认准了老公,认为这辈子就他了。 可是我爸妈却不赞成我跟老公在一起,他们说王磊东不是心思单纯的人。 我一听就生气了,直接跟爸妈吵吵了起来。 但是爸妈也是拗不过我的脾气,没办法只能随我。 我跟老公不过半年就结婚了,老公家里条件一般,爸妈就我一个女儿,就给我购置了婚房,还给我赔送了四十万的嫁妆,怕我婚后吃苦受累。 我感谢爸妈对我的疼爱,我也相信我跟老公会很幸福的。 婚姻生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幸福,但是老公对我很好,再大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婚后,婆婆跟我们住在一起,一开始我是反对跟婆婆住一起的,但是老公怕婆婆自己住在乡下太孤单, 跟我各种保证她妈妈绝对不会干涉我们的生活,我才勉强答应的。 但是婆婆的到来,也是噩梦的开始。 这天半夜,老公醉醺醺醺地回到家,衣服不脱直接倒头就睡。 我看着上班应酬辛苦的老公是既心疼又无奈,正当我给老公脱下西装时,竟在衬衣领口发现一个口红印。 我愣了一下,莫非老公瞒着我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 我有些生气,就拿着衣服跟婆婆说,婆婆却嫌恶地说,我当什么事呢,大惊小怪什么,我儿子在外辛苦赚钱养家糊口,或许就是被随便一个女人蹭上的。 婆婆的解释让我无语,我也懒得再去跟婆婆争辩,就默默回到了房间。 我看着床上憨声大睡的老公,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想法,是不是老公外面有女人了? 但一细想,绝对不可能,老公对我一直很好,不可能背叛我的,我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 正当我起身时,老公的手机突然来了一条信息,谢谢你安慰我,晚安,明天见。 老公不是工作应酬吗?他难道骗我?这条信息又是谁发来的? 陌生信息的到来让我无法入眠,好奇的我还是决定拨通了那个陌生号码。 亲爱的,是不是想我了?这么晚打电话,不怕被你老婆发现那电话那头的女人声音性感勾魂。 我拿着手机全身颤抖,没说一句话直接将电话挂断,失望愤怒地看着床上的老公。 我将一切都给了你,为了嫁给你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竟然背着我在外面找女人。 我实在无法忍受老公对我的不忠。 我的婚姻那么的幸福,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的婚姻不能就这么被人随意践踏。 我看着熟睡的老公,异常的冷静,默默删除了老公手机上的这则通话。 煎熬的夜晚,难以入眠,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很多事情,跟老公同床一梦直到天亮。 天亮以后,我起身收拾好,还是像往常一样帮老公一家做好早饭,运好衣服,收拾好老公的公文包将老公送出门,老公出门总会吻我一下。 平时老公上搬走前的吻我都是满怀期待,现在却让我感觉无比恶心。 我忍着恶心将老公送出门后,自己也简单收拾了下偷偷跟着老公出了门。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跟着老公的车,老公的车并没有开去公司,而是来到了我很熟悉的小区。 我定睛一看,何亚利怎么上了我老公的车,难道他就是跟我老公乱搞的小三? 我一脸费解,不可能,何亚利是我跟老公感情的见证人,怎么可能跟我老公有一腿,我不信。 内心纠结的我打开了手机,昨晚我已经在老公文件包里,家层里放了个小型窃听器,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老公跟何亚利不过是坐一辆车,我还是不想相信何亚利会做出这种事。 我就拨通何亚利的电话,莉莉在干嘛呢?等会出来逛街吧。 何亚利估计是做贼心虚话不成句地说,那个,我,我有事在外地呢?下次再出来吧。 我内心冷笑,随后就很是无所谓地说,行啊,那就下次,你先忙吧。 挂断电话后,我打开了手机,手机传来何亚利的声音,老公,吓死我了,还以为被他发现了。 老公马上温柔宠溺地说,老婆放心,那个死肥婆那么笨,不会发现的。 老公,老婆,把我这个证事放在哪里? 我正纳闷的时候,老公的一句话让我惊掉下巴。 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他不过是一个冒牌货,等到时机一到,就是那个死肥婆滚蛋的时候。 什么?冒牌货? 为什么他俩才是真正的夫妻? 我竟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三者,里面肯定有事。 我突然想起那天看的结婚录像里,老公跟何亚利深情拥抱一闪而过的画面,看来并不是我多想了。 我突然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驱车买了好多东西,直接回了家。 刚进门就被婆婆的大嗓门吓一跳。 天天地往外跑,一个跑腿子,是不是跑出去勾搭哪个也难忍了? 婆婆边说,边从卧室摔门出来,说完不忘摆我一眼。 我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搬着东西就往楼上去。 看我竟毫无反应,婆婆反而更是变本加厉,直接大骂我是倒贴赔钱货。 我一下正住,站在原地回头刚想反驳,公公出来了。 行了有完没完,大早上吵什么吵,人活不干还光是。 说完公公一脸慈爱地让我回房间歇着,公公的慈爱让我一下就浇灭了我心里的怒火。 我疲惫不堪地回到房间,一个大字趴在床上,就好像坠入无尽深渊,眼泪也顺着脸庞流了下来。 回想结婚录像里老公跟何亚丽拥抱的画面,我就心里有种窒息的感觉。 为什么我的婚姻会变成这样,我众叛妻离嫁的老公竟跟我的闺蜜搞在一起。 此时的我真是哑巴吃黄脸,有苦说不出,眼角的泪水也是止不住地流下。 难道我就这样被这对狗男女吭骗玩弄? 不可能。 我擦掉眼泪,满眼星红地看着我跟王磊东的结婚照。 你们这对狗男女不仁,别怪我不义。 我整理好情绪,将书房跟卧室都装上了隐蔽针孔摄像头。 等婆婆公公出门遛弯的时候,我将楼下都装上了针孔摄像头。 装好后,我就累得躺在了床上,打开手机, 想看看王磊东在公司干什么。 刚打开竟听到了何亚丽的嗲声嗲气的声音。 亲爱的,我怀孕了,我们终于有孩子了。 真的吗? 我真是爱死你了,咱妈知道后肯定会高兴坏的。 她一直期盼着你给她生个大胖孙子, 说完老公跟何亚丽就是一阵亲吻巴鸡声。 我躺在床上盯着手机愣住,久久没有缓过来劲。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婆婆竟一直知道老公跟何亚丽苟且的事, 我竟像个傻瓜每天伺候着他们一家, 却不知人家只是拿我当个免费老妈子使还, 但我没有价值,直接将我扫地出门。 我究竟是眼瞎到什么地步,怎么就相中王磊东并非他不嫁? 这么多年的感情,竟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真是又悔恨又愤怒。 我不能坐以待毙。 这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家, 怎么能让你们这群白眼狼随意抢夺践踏? 像当初,婚房是我妈妈偷偷给我钱买的, 王磊东的车是我的私房钱买的, 我以为为他付出所有就可以与他恩爱到白头, 没想到竟是我看走眼入了狼窝。 正当我沉浸在悔恨气氛中时, 楼下传来老公说话的声音, 我赶紧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面带微笑地刚要下楼, 竟看到老公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 何亚丽,她怎么来了? 何亚丽一脸笑意地跟我打招呼, 我听王磊东说阿姨生日, 赶忙买了蛋糕赶来了, 还买了阿姨最喜欢吃的烤鸭。 没等我说话, 婆婆笑咪咪地凑到何亚丽跟前, 握着她得手叫的那个亲, 哎呀,丽丽真是最懂我了, 还知道我好久没吃那家的烤鸭了, 说完又闲雾地瞥我一眼, 也不知道儿媳妇怎么当的, 别说烤鸭了, 就是鸭子的毛我也没看到。 我无视婆婆地故意抹黑, 面带微笑地看着何亚丽, 丽丽, 你来了, 快进来坐着, 老公, 愣着干嘛, 快让丽丽进来坐呀。 老公先是一愣, 随即就像对待客人一般, 将何亚丽请进来坐下。 整晚我就像个旁观者, 看着王磊东跟何亚丽, 还有婆婆好似一家人似的其乐融融, 我只是埋头吃着饭, 说是吃饭, 却如同嚼辣。 何亚丽也是故意似的, 吃饭挨着王磊东, 并不断地给王磊东夹菜, 我看得都快恶心死了, 他这就是明目张胆地恶心我。 这是我吃过最憋屈的一顿饭, 整晚看着王磊东跟何亚丽 眉来眼去的样子, 让我很是心烦, 好在何亚丽吃过晚饭后, 过了一会就走了, 不然我真的要甩脸子骂人了。 何亚丽刚要走, 婆婆还不放心地 让王磊东开车送了回去, 我真是无语, 婆婆对何亚丽可比对我好太多了, 我真是搞不懂婆婆就这么讨厌我吗? 收拾完卫生后, 我就累得回到了房间,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王磊东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知道。 我可醒了, 就起身去客厅倒水喝, 看到婆婆卧室的灯还亮着。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夜里一点多了, 婆婆是不是睡着忘记关灯了, 我就上前看看婆婆是不是睡着了。 我刚到婆婆卧室门口, 房间里传来王磊东跟婆婆说话的声音, 心想, 王磊东这个点还不睡跑到婆婆房间干什么? 我捏手捏脚地凑近听了一会, 婆婆的话让我险些瘫软在地。 原来婆婆早就知道何亚丽怀孕的事情, 而且也知道何亚丽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她儿子的。 婆婆再怎么对我态度恶劣,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婆婆竟跟她的儿子同流合污一起欺骗我, 我真是寒心至极。 我究竟哪里对不住王磊东跟她妈妈, 他们竟如此残忍地对待我。 以前我还有所顾虑, 对于王磊东我还是有些感情的, 但是现在我的心里更多的是悔恨。 王磊东母子俩跟何亚丽竟如此残忍地践踏我的自尊, 我实在无法忍受。 我不能就这么被王磊东跟何亚丽耍得团团转, 我一定要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捏手捏脚地回到自己房间假装入睡。 没一会, 王磊东也回到了房间, 他背靠着我躺下, 没一会就呼呼大睡了, 呼噜声充斥着整个房间。 我跟王磊东躺在一张床上, 但却是同床异梦。 我毫无睡意地盯着天花板出神, 脑子里不断回想着跟王磊东结婚以来的点点滴滴。 我曾经将王磊东视为这辈子唯一的男人深爱的, 为了跟他结婚我, 不惜跟家里反目。 为了王磊东, 我恨不得将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只因为我爱他。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化为泡影, 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我的付出在王磊东眼里是理所当然, 他不仅毫不满足, 还想着霸占我的一切, 然后将我像看家狗一样赶出家门。 好在我发现得及时, 不然我怎么被抛弃的都不知道。 既然老天不让我受渣男的欺骗, 我也不能坐以待毙, 我必须要做些什么。 隔天醒来,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着王磊东一家的日常生活, 做好早饭以后, 我就借口买东西出门了。 我并不是单纯地出门。 我提前约了一名专业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他叫王丹, 是我曾经最好的闺蜜, 因为何亚利的挑拨让他对我敬而远之。 当时我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就入了王磊东的岛, 跟王丹断了联系。 这次王磊东的事, 我实在无人倾诉就找到了王丹。 我以为他会一直生我的气而会搭理我, 他并没有, 他甚至也知道了王磊东跟何亚利的事, 只是他不确定, 直到我说出王磊东出轨的事。 我将王磊东跟何亚利背叛我的事告知了王丹, 王丹是又气愤又心疼, 他没想到那个信誓旦旦会一辈子对我好的王磊东竟这么快就露出丑陋的面目。 我没想到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陪在我身边的竟是我背弃有意的闺蜜王丹。 我好后悔曾经那么残忍地跟王丹断了联系, 现在他却不计前嫌地帮助我。 王丹没有怪我, 还主帮我, 我心里既愧疚又感激, 好在我身边还有他的陪伴。 我将王磊东跟何亚利在一起的一切清楚告诉了王丹, 还将我把家里安装监控跟在王磊东身边装得窃听器的事告诉了王丹。 王丹也是大为震惊, 说, 看来你也不是太傻。 但是这样拍到的不能作为合法的证据, 你还是要合法才能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王丹问, 那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 王丹将他的经验告诉了我, 我才知道原来还能这么操作, 还是我法盲了。 跟王丹聊完以后, 我就赶紧回到了家。 一想到王磊东的妈妈叨叨起来, 没完我就头疼, 还是早回去, 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 回家以后, 我还是装作没事人似地开始做饭。 婆婆看我在做饭, 也是各种嫌弃, 嘴里还不时对我进行语言攻击, 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一开始我气到不行, 但是想到自己结婚以后, 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也是无力反驳。 毕竟王磊东是他们家里的独苗, 我要是不给他们家生个儿子, 好像就成了他们家的千古罪人似的。 以前我还会心存愧疚, 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 王磊东的背叛让我已经彻底寒心, 我不会再去坚持这种已经是个屈窍的婚姻。 我不仅要跟王磊东离婚, 我还有他吐出我曾经付出 在他身上的一切, 同时我也不会放过何亚利这个小三, 我要他们这对狗男女付出惨痛代价。 一到夜里, 王磊东就会跑到他妈妈的房间, 躲着我窃窃私语, 他们以为这样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 我打开手机, 此时王磊东跟他妈妈的谈话, 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听着王磊东, 他妈妈对我的各种不满意, 每说一句我的不好, 不忘夸一下何亚利的贤惠懂事, 我真是无语至极。 我本想关掉手机, 不想再听王磊东妈妈对我的各种负面批评跟评价, 王磊东的一句话让我直接惊呆。 我怎么也没想到, 结婚多年, 我迟迟没有怀孕的原因, 竟是王磊东从中洞的手脚, 故意不让我怀孕。 王磊东睡前都会在我喝的牛奶里放避孕药, 我竟一直没有察觉。 我白白被王磊东的妈妈埋怨骂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竟是他们母子俩设计所为。 我的头顶好似一个响雷瞬间炸裂, 全身麻木。 跟我一直同床共枕的老公竟是一个如此恶毒的人, 不仅跟闺蜜残忍的鹅背叛我, 还一心惦记着我的财产, 想要据为己有。 我还真是傻得可以。 不过我也感谢王磊东费尽心思不让我怀孕, 不然真怀孕了, 我或许还会忍耐着这段婚姻。 现在我没有孩子, 也就没有了牵挂, 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将王磊东这个渣男赶出我的家里, 让他跟小三身败名裂。 通过我安装在王磊东身上的窃听器, 我知道了他每个周末都会跟何亚利去酒店共度凉宵。 既然他们这对狗男女这么喜欢浪漫, 那我就好心地送他们一份送货上门的大礼给他们住住行。 很快就到了周末, 王磊东他妈怕我坏了他儿子跟何亚利的好事, 这天就故意让我陪他逛街, 但是我也不是傻乎乎什么都不会的人。 我跟王磊东的妈妈说超市搞活动大减价, 他立马拿着布袋就跟隔壁大妈直奔超市, 完全忘了要让我陪着的事了。 等王磊东妈妈出门以后, 我就联系了王丹, 此时他早就开车在我家小区门口等着了。 我赶紧上车, 驱车来到了王磊东跟何亚利所在的酒店。 我拿着结婚证跟户口本, 查到了王磊东跟何亚利开房的房间号, 随即就离开了酒店。 我跟王丹就在酒店附近, 通过监听器知道时机差不多了, 我就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我实名举报王磊东在花园酒店做违法的事。 没过一会, 警察就赶到了花园酒店, 警察敲开了王磊东开的房间。 此时, 王磊东跟何亚利已经开始了, 警察的突然到来, 让他俩很是狼狈不堪。 即使我没在现场, 我通过窃听器里的声音就可以想象场面有多劲爆。 警察一进入房间, 就对房间的一切开始各种录像拍照, 王磊东跟何亚利吓得躲在被子里不知所措。 他俩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 毕竟我是实名举报的, 警察很是重视, 对王磊东跟何亚利进行了口供录制。 这不是小事, 王磊东不会为了隐瞒他跟何亚利婚内出轨的事而说他们违法, 无奈之下只能实话实说。 但是就算他们说, 警察也不会完全地相信, 警察直接联系我去认领王磊东。 我一来到派出所, 就看到蹲在角落里的王磊东跟何亚利, 俩人衣衫不整的模样也是可笑至极。 王磊东一看到我就好像看到救命稻草, 但是又想到他跟何亚利的丑事败露, 就害怕得低头不敢跟我对视。 现在还不是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 录完口供以后, 我将王磊东担保了出去, 但是我没有管何亚利。 我直接跟警察说, 他就是一个跟我老公出轨的小三, 我不认识他, 让他家人来认领吧。 何亚利恶狠狠瞪着我, 随后又眼神跟王磊东求救, 但是王磊东他自己还自身难保, 又怎么会去管何亚利的事。 就这样, 王磊东一声不吭地随我走了, 完全不顾何亚利的辱骂。 或许这就是大难临头个自飞了。 王磊东知道自己做错事, 吓得一路跟在我的身后, 大气不敢喘。 回到家后, 婆婆焦急地问他儿子没事吧, 怎么被警察抓走了, 不是跟何亚利, 没等说完。 王磊东就打断了他妈妈的话, 他妈妈也意识到说错话了, 赶紧闭嘴转移话题。 我则一脸冷漠地看着王磊东母子俩, 心想, 还真是母子俩, 如此地心领神会。 我坐在沙发上拨弄着手机, 此时王磊东一下跪在我的面前, 哭着跟我说他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是何亚利勾引的他, 他们只是在聊天, 并没有跟何亚利做什么出格的事。 听到王磊东的解释, 我只觉得很是可笑, 同时也替何亚利觉得不值, 他可能不知道王磊东为了他的利益可以抛弃任何, 包括他跟孩子。 我将王磊东的话全部用手机录了下来, 以后会派上用场的。 对于王磊东的解释, 我根本不想听, 随即我将提前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扔在了王磊东的面前。 王磊东看着离婚协议书, 当即就瘫倒在地, 随即反应过来, 原来是你, 我被警察抓走是你设计的对吧? 你个毒妇,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说完王磊东将离婚协议书撕掉了, 我冷笑着说, 撕了也没用, 你就等着法院的传唤吧。 说完, 我就回到了自己房间。 王磊东看我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当时就慌了, 他的妈妈也吓得不知所措, 一个劲地问他儿子怎么办。 王磊东心烦意乱地直接让他妈妈闭嘴别烦他, 他妈妈吓得赶紧闭嘴一声不吭了。 我看着气急败坏的王磊东, 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好在我及时看透了他的丑恶嘴脸, 我实在无法想象自己当初怎么看上他, 非他不嫁, 并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的, 想想就觉得自己真的太傻了。 隔天我拿着结婚证跟户口本江那晚, 王磊东跟何亚利被抓入的口供打印了一份, 这才是王磊中婚内出轨最合法、 最有利的证据。 这次直接让王磊东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直接让他净身出户滚出我家。 王丹作为我的律师陪我一起去法院, 向王磊东起诉离婚。 王磊东跟何亚利婚内出轨的事实板上钉钉, 毫无悬念。 王磊东被判净身出户, 不过本来房子就是我爸妈婚前买的,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陪嫁的四十万被王磊东挪用了二十万, 他要现期还给我, 婚后财产我也不是狠心的人, 给他留了十万, 我拿十万。 就这样, 王磊东离婚后基本是一无所有。 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王磊东跟我离婚以后, 生活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跟我离婚以后, 王磊就立马买了房子, 并光明正大的跟何亚利住在了一起, 并且他俩不要脸地要结婚。 我跟王磊东离婚只是我复仇计划里的第一步, 所有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或许是老天爷看不下去狗男女的丑恶行径。 那天我无聊逛街, 碰到何亚利跟一个陌生男人勾肩搭背地进了酒店。 一开始, 我以为自己眼花, 仔细一看, 跟何亚利在一起的男人并不是王磊东, 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 我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 发给了王丹。 王丹一看, 只能说太巧了。 跟何亚利在一起的陌生男人, 竟是王丹的曾经的一个客户, 因为王丹不想违背良心替那人打官司, 还遭到那个客户的报复。 王丹当时也是很气愤, 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只能认栽。 看到这张照片, 王丹只是说了一句, 这次两个仇一起报, 本月底, 王磊东就要跟何亚利举办婚礼了。 王磊东也是很不要脸地给我发了请帖, 或许是在跟我示威, 但是我并没有不开心, 反而很感谢这对狗男女的邀请。 王丹因为职业的方便, 就联系了私家侦探调查 何亚利跟那个陌生男子的事。 不出所料, 一切真的在我们预料之中。 何亚利肚子里怀的孩子并不是王磊东的, 何亚利跟他在一起不过是贪图钱财, 顺便让他做一个接盘侠。 何亚利怀的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 他本想打掉孩子的, 但是医生告知他的身体特殊性, 如果执意将孩子拿掉, 以后不会再有怀孕的可能了。 何亚利好不容易攀上王磊东这个大冤种, 又怎么舍得放弃, 只好装作孩子是王磊东的, 来个将错就错, 如果被发现, 就拿走王磊东的钱带着孩子跑路。 王丹将何亚利跟多名男子在一起的视频交给我, 我看到会直接惊呆, 没想到何亚利就是这么疯狂的一个人。 王丹笑着跟我说, 月底就是王磊东跟何亚利的婚礼了。 我一看王丹的笑容,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随即我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 很快到了王磊东跟何亚利婚礼这日子。 我特意盛装打扮了一番, 自从跟王磊东结婚后, 我一直是素面朝天, 衣服大都是运动装, 真是无趣极了。 好不容易离婚了, 我要恢复以前那个时尚开心快乐的我, 不再为了任何人而委屈改变自己了。 我穿上了靓丽的吊带裙, 脚踩精致高跟鞋, 飘逸的绣发挽起一个简单的发型, 露出优越的脖梗。 当我走在路上, 不时会有男女忍不住地向我投来欣赏的目光。 当我来到王磊东跟何亚利的婚姻现场时, 王磊东看到我直接看呆, 他没想到离婚以后, 我竟变得越来越漂亮, 完全摆脱了以前家庭主妇的邋遢模样。 不过我曾经的邋遢模样也是拜他所赐, 好在我迷途之返, 重新找回那个自信美丽的我。 王磊东看我的眼神被何亚利看在眼里, 此时何亚利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肚子已经显怀, 再加上他的不节制, 身材已经变得有些肥硕, 穿的婚纱, 也一种孕妇装的感觉, 完全没有什么精致美丽可言。 我大放地跟王磊东跟何亚利打招呼, 并给他们俩包了个红包, 毕竟等会要看一出精彩的大戏, 就当是门票了。 打完招呼后, 我就静止走进了婚宴现场。 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 这家酒店是我爸爸朋友开的, 所以做很多事情方便了很多。 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地方, 方便一会观看。 婚宴很快开始了, 此时何亚利挽着王磊东的胳膊 一脸幸福地走在红毯上, 他们这会笑得有多灿烂, 等会就会哭得有多凄惨。 婚礼仪式结束以后, 王磊东跟何亚利举杯 感谢在场的所有来宾, 随即大屏幕开始播放 俩人拍的唯美婚纱照。 我拿着香槟的酒杯一脸玩味了看着台上的俩人, 露出一丝笑容。 好戏马上开始。 此时大屏幕突然一闪, 画面转换成了一些令人不敢直视地误会画面, 画面中的女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站在台上笑得灿烂的何亚利。 何亚利看到视频下的笑容一下将在脸上, 随即何亚利大喊着关掉屏幕, 但是无济于事。 王磊东则一脸黑线地看向何亚利, 愤怒地大骂何亚利是个破鞋, 见人碍于何亚利怀孕, 王磊东只能满嘴脏话的大骂, 然后开始找东西遮盖大屏幕。 此时现场乱作一团, 宾客纷纷议论。 新郎真倒霉, 放着好老婆不要, 娶了一个乱搞的女人, 看来孩子也不一定是她的。 我看着婚姻现场的一切, 内心大呼过瘾。 王磊东一听当时就炸了, 抓着何亚利的胳膊怒吼着质问他孩子到底是谁了。 何亚利当时就被问猛了, 或许是心虚, 他竟眼神闪躲地不敢回答。 王磊东一看心里也就有了答案, 上去就给了何亚利一耳光, 何亚利一个踉跄摔到了台下, 当即大腿就流下了鲜血。 王磊东打完何亚利才反应过来, 赶紧将何亚利抱起来往医院跑。 很不幸, 何亚利的孩子没了, 而且还因为大出血摘除了子宫。 王磊东被何亚利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他的巨额损失, 他们还办理的离婚。 他俩的婚姻应该是最短的婚姻了。 王磊东因为自己的冲动, 基本可以说的家破人亡。 何亚利因为失去孩子, 还有子宫跟他要了巨额赔偿, 再加上离婚份的财产, 王磊东可以说是倾尽所有了。 王磊东离婚以后, 公司也开始走下坡路, 当时他的公司是靠着我爸爸的关系 才做起来的, 现在出问题了, 他又厚脸皮地找我帮他。 我还真是佩服王磊东的能屈能伸啊, 但是他这种人不配得到我的帮助。 很快, 王磊东的公司破产了。 王磊东的母亲不甘心, 就死皮赖脸地来找我, 敬求我跟他儿子复婚, 我怎么也没想到 王磊东的妈妈能说出这种话。 我爸妈因王磊东的事已经很失气愤, 刚忘得差不多了, 王磊东的妈妈又来给我爸妈添堵, 当即就被我爸妈赶了出去。 王磊东的妈妈也是不要脸到极致, 被我爸妈赶出门后, 竟直接躺在我家门口说爸妈打他, 闭着眼睛死活不起来, 所有的邻居都在看。 我爸妈怎么也是有身份的人, 哪里见过这种撒泼不讲理的人, 但是我爸妈也不是任人欺负的人。 我爸当时就报警了。 王磊东的妈妈一听报警, 吓得赶紧起来了, 她就是一个吃软怕硬的人, 被我家邻居指指点点的没脸, 就一溜烟地赶紧离开了我爸妈的家。 王磊东跟他妈妈没脸待着城里, 无奈之下只好搬回了农村老家, 一切就这样起起伏伏地回到了原地。 后来, 王磊东的妈妈也来闹过几次, 但是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慢慢就没再来我家找麻烦了。 我本可以直接将王磊东的妈妈送到派出所的, 但是念在曾经还是婆媳关系的面子上, 才不想计较的。 跟王磊东离婚以后, 我的人生好像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我突然意识到曾经自己是多么的傻, 为了一个男人竟做出那么多傻事。 但是好在我及时止损, 没让自己的青春耗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离婚后,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我不再迷茫, 也不再将感情当作生活的全部。 生活中不光只有婚姻, 我还有爱我的家人们, 亲爱的朋友, 还有实现我人生价值的事业。 我爸妈看到我的改变, 很为我高兴, 欣慰地夸我长大了, 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第一段婚姻的失败并没有让我对婚姻生活失去信心, 婚姻还是神圣的, 我还是会追求的。 只是我不会再将自己全部的心思投入到婚姻里, 我会丰富我的生活, 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有意义, 我要更加懂得如何爱自己。 只有懂得如何更好地爱自己的人才会赢得他人更真挚的投资。 现在的我有真心实意的朋友, 也有了令我很有安全感的事业, 我很满足自己的现状。 我希望每一个在婚姻里迷茫的人都能够看清自己的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好的婚姻就好好地经营, 令你身心疲惫的婚姻懂得及时止损,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在不适合自己的生活中不断消耗。 未来的路上, 等待我的也许是荆棘, 也许是指南针, 但是我不知道, 我唯一肯定的是, 我对未来有信心, 我在不断努力地生活。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故事, 我和我的前夫终于离婚了, 他以为我离开他一定会穷困潦倒, 不过他错了, 在刚拿到绿色本本的当天下午, 我买彩票中了两个亿, 解摊牌了, 解释亿万富翁, 陈彤彤, 一会咱们去把婚礼一下, 电话那头, 是我丈夫冰冷又疏离的话语, 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 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在收拾前夫林默然遗留下来的衣物时, 突然看到热恋时我送给他的礼物, 简陋又朴素, 却带着那样热忱的祝福和期许。 那是一个手工相框, 里面夹着的是我们相识第一年去武汉拍的合影。 飘飘洒洒的樱花像粉雪一样落在我们的身上, 它拥着我, 两个人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开朗和幸福。 我曾经是一名空城人员, 在一次飞行任务中认识了林默然。 那时候的他很忙, 我一个月总能碰到三五次。 清俊的脸上永远是认真的神情, 专注地盯着面前的屏幕, 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指尖在笔记本键盘上跳动。 直到有一次, 我见他用手捂住胃部, 额上冒出冷汗, 眉头紧锁, 仍盯着电脑。 我倒了一杯热水, 送到他的面前。 他看到水, 有些惊讶, 似乎没有想到, 但随即眉眼一弯, 轻声对我说了句谢谢。 从那之后, 我们两个变像有了默契一样, 熟悉了起来。 连决定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水到渠成的。 我记得, 那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 很冷, 我刚下航班, 便接到他的电话, 叫我在航站楼门口等他一会。 他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我明显感觉他在看到我的时候, 眼睛刷得一下亮了。 那一刻,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果然, 他带我来到了 我一直想去尝尝, 却没时间去的餐厅。 询问过我的意见后, 加了几道招牌菜, 过了一会, 一名侍者拿着一捧花, 送到他的手里。 那是一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丝丝缕缕的花香, 闯进我的鼻腔。 他不负清冷的眼神, 温柔地看着我, 眼睛深处透着一丝西迹。 我心里一软, 似乎能从耳膜里听到胸腔里的心跳声, 那样热烈, 鲜活。 接下来, 我们两个顺利地走到一起。 在我没有飞行任务, 他也不忙的时候, 我们会窝在租住的房间里, 看看电影, 聊聊未来, 或者出去逛逛街, 旅旅游, 美好又惬意。 他会认真地对我说, 陈彤彤, 我以后一定要买一个大房子, 可以给你打造一个大大的衣帽间。 有时候, 也会兴冲冲地跑过来, 彤彤, 你说咱们俩是要一个男孩, 还是女孩呢? 更会在我生气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哄我, 小声地撒着娇, 叫我别不理他。 什么时候就变了呢? 回想起以前, 在看着他现在冷漠又生疏的脸。 盼若两人的样子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两个开始针锋相对。 是为了一点小事, 就逐渐消磨掉彼此的爱意和感情吗? 民政局门口, 他身穿一身黑色西装, 衬得他高大又挺拔。 手上也不见了婚戒, 只留下一圈发白的印记, 告诉别人, 这里曾经承载了一份感情。 我走上前, 未发抑郁地将结婚证递给他。 虽然早已习惯, 但他如同看着陌生人一样的眼神, 还是刺痛了我。 他淡默地说道, 走吧, 我一会还有事, 房子归你, 其他的你一分也别想得到, 还有我的东西, 你就给我游到我妈那里, 地址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年年都去当牛做马, 受尽屈辱, 怎么能吧? 我将被风吹散的头发重新噎到耳后, 别说得那么大公无私, 这房子本就是我出的首付, 月宫也是我还的, 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让给我的? 你的小公司, 我也不想要, 我陈彤彤还不至于离开你就活不下去。 他轻蔑一笑, 是吗? 你离职后一直做家庭主妇, 你有什么收入来源呢? 和你无关。 他瞪了我一眼, 不耐烦地说道, 行行行, 你爱怎么逞能是你的事, 先去把证事办了, 我一会还有事呢。 我懒得理他, 走到窗口将证件以及填写的表格递给工作人员, 因为一个月之前已经来过一次, 所以这次很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 拿到证的那一刻, 我明显注意到,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没想到, 和我离婚竟然让他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 原来, 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缅怀这段感情, 人家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 我转身出了门, 没有理会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现在的他, 多看一眼, 我都恶心。 将他的行李打好包, 并且联系好了快递人员上门。 又将婚纱照, 合影, 情侣用品, 一一装进垃圾箱子里, 并联系物业扔掉。 做完这一切, 我舒服地窝在沙发里, 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放松。 无需担心他上班有没有及时吃饭, 胃病会不会犯。 也不用战战兢兢地等他下班, 对我做的菜进行宣判。 更不用担惊截律地试图猜测。 他每晚打游戏时和他语音的女孩是谁, 这一切的一切再也和我无关。 我告诉自己, 他这样的人, 你付出再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 不要留恋。 家庭妇女就是仰仗别人的鼻息过日子, 在他的手底下讨生活, 讲真, 很难受。 我得承认, 我渴望一个家庭给我独一无二的偏爱, 而不是像在孤儿院时要谦让, 要懂事。 早会这个词对于童年幸福的人来说十分难得。 对于我们这样被抛弃的人来说, 这是生存之道。 可惜, 过分地讨好型人格让人失去了自我。 现在, 我选择放手。 第二天下午, 我准备去超市买点菜。 刚一出门, 便对上了一道不善的视线。 我仔细看了一下, 是林默然的吗? 我的前婆婆。 她见我要出门, 一个见不上前, 就拉住门钻了进来。 我发誓, 这些年来, 我从未在这个病奄奄的老太太身上 看到过这般身手。 每次回去, 她都躺在床上咳嗽。 这时候, 我就应该听话, 懂事地做饭洗衣服, 打扫卫生。 且她刚刚抵在门上的力道, 竟连我都不能撼动。 陈彤彤, 你先别走, 我对你和默然的财产分割 有些意见。 她在客厅里站定, 眼神贪婪地打量着 屋子里的布局和装修。 这房子, 是你俩的名字吧? 你怎么说拿走就都拿走了? 我虽然早就知道 我这个婆婆极品, 但仍是低估了她。 妈, 不对, 老太太, 我和你儿子已经离婚, 并且财产公正中, 这房子已经画到我的名下。 你信不信, 我只要打一个报警电话, 就可以告你非法入侵民宅啊。 再说, 这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 月租虽然是一起还的, 如果你非要斤斤计较的话。 那好, 咱们就再去财产公正处 算一下我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 包括林默然的公司, 你看怎么样? 我的前婆婆 听完这些话, 顿时暴跳如雷, 似乎没有想到 我这个一直逆来顺受的儿媳妇 会这样反驳她。 你这个什么都不是的赔钱货, 下不出蛋的老母鸡, 你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 一直以来, 你从不上班, 全靠我儿子养着, 你哪里有钱付首付? 她破口大骂, 猙獰的样子让我觉得好笑。 老太太, 我劝你慎言, 到底是我的关系, 还是你儿子的关系, 导致我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你可以回去问问你儿子, 而不是在我面前叫嚣。 啊, 对了还有一点, 这房子的首付和日常花销都是用的我的积蓄, 如果我斤斤计较, 我还可以向林默然所要更多的赔偿。 现在我不过是给他面子, 别不知好歹, 放屁, 我儿子身体可什么问题都没有, 就是你自己的原因还赖在别人头上。 她提起林默然的身体, 神情透露着得意和窃喜, 不会吧, 我的脑袋不会上演了青青草原吧, 这我属实没想到, 怪不得她离婚的时候, 是那样一副表现, 原来是迫不及待将小情人扶正啊。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前婆婆, 老太太,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既然你不想放弃这套房子, 我恰好对林默然的公司, 还有为什么你这么笃定她身体没问题, 这件事上很是好奇。 幸好你提醒我, 我要不要每天去她的公司蹲一下, 总能让我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吧。 老太太一听, 马上慌了神, 你可别诬赖我, 我就是来看看默然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既然没有就算了。 默然和你离婚就对了, 一点都不懂尊重老人, 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 说完, 便狠狠瞪了我一眼, 朝门口走去。 这老太婆是真的恶毒, 她也知道那里是我的伤疤, 一个不留神就叫她捅了个对穿。 我因侧侧的张口, 说话就说话, 别那么大声, 我怕狗。 不等她反应过来, 我便将防盗门, 啪的一声, 摔在她面前。 任凭她在外面如何叫骂, 幸好当时买的一梯一户的高档小区, 物业也相当给力。 一个电话过去,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老太婆就被人请走了。 耳根终于清静, 我却也没有了做饭的欲望, 只好拿出家里的方便面简单吃了一口。 我在家里摆烂了好几天, 但一想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 就开心得不得了。 可惜, 刚翘起嘴角, 就被林默然地上门打断了这几天的好心情。 她穿着休闲, 面色不耐地站在门口, 银边眼镜下是一双戴着阴霾的眼。 我将手机放进衣服口袋里, 随即打开了门。 我问你, 你和我妈说了什么? 她回家就生病了。 她脱口而出的质问让我忍不住发笑。 你真搞笑, 你妈生病还用得着人气, 哪次回去不是躺在床上哼哼, 等着我把饭端到她眼前。 你这叫什么话? 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 你照顾她不应该吗? 我嫁给你之后, 她才开始不容易的吗? 她的不容易不是你爸造成的吗? 你这邪门歪理, 怎么毕业的, 最高学历是胎教吗? 你, 看着她铁青的脸, 我的胸腔里迸发出一阵快意, 简直想小酌几杯。 她见我油盐不尽, 更是愤怒异常, 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得意起来。 你小心点, 你还记得我的发小李莫吧? 她现在是有名的大律师, 如果我不开心, 随时也可以让你净身出户, 你信不信? 看着她洋洋得意的脸, 我由衷地感觉到一阵生理不适, 之前我到底是怎么看上她的。 我无所谓地一笑, 行, 这房子, 有能耐你就拿走, 没有你就看着, 我没心思跟你在这扯淡, 坏了我离婚后的好心情。 她又撂了句狠话, 叫我不要打扰她的父母, 真是好笑极了, 那就麻烦你管好你妈, 再上我这里撒泼, 我就报警。 我关上门, 听到防盗门上传来两声巨响, 我轻吃一声, 没本事, 还拿东西撒气, 什么垃圾货色。 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 看上了她, 也可能人还是那个人, 只不过就是圆形毕露罢了。 再说, 谁看得上那点撒瓜俩枣? 姐摊牌了, 姐现在是亿万富翁。 事情还要从签离婚协议的当天说起。 从民政局出来之后, 无论我再怎么洒脱, 林默然再怎么扎, 结束一段长达六年的感情, 还是让我有一些难受。 毕竟就算养条狗, 还有感情呢。 回家的路上, 路过了一家彩票店, 这里冷冷清清的, 只有店主一个人正抬头看着电视。 鬼使神差的, 我进去买了一组号码, 家住到四十倍。 随即回过神来, 不由地嘲笑, 自己一想天开。 原因无它, 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的运气很差。 别人喝冰红茶连续中奖好几瓶, 而我买了好几年一瓶都没中过。 我魂不在意地将彩票放进手机壳中, 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 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 直到我无意间在网上冲浪的时候, 看了一眼热搜。 警号天降锦礼, 庆阳市出现了两亿彩票。 嗯, 我们成事。 我忽然想起我昨天买的彩票, 便好奇地打开热搜, 上面正是我昨天买彩票的那家门店。 不由自主地, 血液好像在冲击着我的耳膜, 我快速翻开昨日浮彩中奖号码, 将我手机壳后面的彩票取出, 依次核对。 08 17 22 23 27 30 25 我终于知道瞳孔地震是什么意思了。 我他妈, 中奖号码和我手里这张一模一样啊。 我恍恍惚惚地从绳彩票中心出来, 包里揣着支票, 上面1.6亿的金额让我有些恍惚。 我将钱存在银行里, 忘不掉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向我时既惊讶又羡慕的样子。 是啊, 羡慕是正常的, 我现在都羡慕我自己。 我迅速将我和林默然的婚房挂上中介, 之前是无可奈何, 而现在, 我有了更好的选择, 并且表示了想要买一个豪华大平层的需求。 房产中介文言将我奉为做上宾, 带我去看了一户600平的江景大平层, 并且附带全部装修, 价格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1500万。 而现在的我, 眼睛眨也不眨地就敲定了合同。 当天下午, 我去了4S店, 碰巧梦中情车718有现货。 多犹豫一秒都是对梦中情车和账上余额的不尊重。 配置选择了最高档, 刷卡付款一气呵成, 看着销售小哥见牙不见眼的笑容。 我恍然大悟, 这就是金钱所带来的底气。 事情已经过去越鱼, 房产中介打电话告诉我, 有人想要买我之前挂上去的二手房。 我开车来到现场, 却对上了一双诧异的眼睛。 那双眼睛的主人是我的前夫。 你, 你, 这是谁的车? 他贪婪的眼神落在我身后的宝石节718上, 眼里满是对豪车的惊艳。 谁的车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即将要说出口的话。 他狗嘴里向来吐不出象牙, 他的话多一个字我都不想听。 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带着审视。 我前几天听我开彩票站的哥们说, 咱们小区附近一家彩票店开福彩中了两个亿。 恰巧, 店主调监控, 中彩票的那个人和你非常像。 他打电话恭喜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他把照片发过来, 我才能确定那人是你。 他盯着我, 犹如一块行走的肥肉。 你真的买彩票中奖了两个亿吗? 话音一落, 就连旁边的中介都把诧异的眼神投放在我身上。 我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我是中了两个亿, 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文言, 他眼里的兴奋似乎要透出眼球。 那好, 这是夫妻共有财产吧, 我有权利分走一半。 我看着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 差点笑出声。 真可惜, 这张彩票是我们离婚后买的, 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不可能。 你忘了, 离婚有一个月的冷静期, 期间所获得的财产还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他理直气壮地辩解道,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我冷笑,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我过了一个月冷静期买的彩票。 就在拿到离婚证的下午, 好幸运啊, 要不然还要给你分一半。 他脸色一白, 他真的没有注意, 只是在看到照片和彩票中奖两个亿就兴奋得不行。 马不停蹄地联系我, 可惜, 我早就已经把他拉黑了。 正好看到, 我把房子挂在平台上售卖, 这才联系中介约我出来。 好啊, 陈彤彤是我小看了你, 没想到你这辈子还有这种财命。 他因侧侧地看着我, 不过你不用得意得太早, 我有的是机会证明, 这张彩票是用我的钱买的。 你当家庭主付这些年, 又交首付又付房贷, 还要日常花销, 想必积蓄早就没了吧, 要不也不用每个月舔着连管我要生活费。 说不定, 这张彩票就是用我给你的生活费买的。 此话一出, 旁边的中介都将鄙夷的眼光投向了他, 似乎没有想到有人把软饭硬吃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怎么? 你有你的律师哥们, 我就不能高薪聘请金牌律师。 既然如此, 这很好办, 咱们就各凭本事, 我看是你哥们厉害, 还是我的超能力厉害。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但一想到他心里悔恨的样子, 就想放声大笑。 下午, 我就找到了本事最有名的金牌律师, 并且迅速地敲定了应对方案。 更是将我每个月凭借付业收入的流水打了出来。 交给律师。 虽然价格不菲, 但我看得出他们专业的态度, 我非常满意。 果不其然, 他们已婚内财产分配不均为理由将我告到法院。 三天后开庭, 我的前婆婆和前夫站在原告席上, 愿读地看着我。 似乎我就是他们家的附属品和佣人, 所得和人都应该属于他们家。 没有半分人权。 我无视她的视线, 落落大方地坐在被告席上。 随后, 正式开庭。 原告, 以我没有收入, 花的都是我前夫的钱为由, 判断这张彩票应该是我丈夫的钱, 并表示这笔钱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我的前妻陈彤彤为了备孕, 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工作, 而她的账户我看过, 除去交了房贷的还有日常花销, 根本不剩什么钱, 还要伸手朝我要钱花。 我笑了, 林默然, 你学得心算不到位啊, 我在这都能听到你的小九九了。 将抠搜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受教了。 我是没有工作了, 也没有存款, 可我每个月靠付业, 也可以月入三千左右, 虽然朝你要钱, 只不过是觉得, 夫妻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家庭做一份贡献。 你每天像个大爷一样, 我又得雇家又得洗衣做饭, 房子我首付和月供, 生活费你也不想出, 怎么, 怨重就是这么被你缠上的。 想起以前的日子, 我都想进去倒光自己脑子里的水,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你, 那我不管, 你可能也无法证明 这钱是从你自己的账户出的吧。 他话音一转, 又得意起来。 可以啊。 我笑咪咪地说道, 买彩票的那天 正好是我付业结算的那天, 银行流水我已经打出来了, 就在我手里, 你想看啊。 林默然的脸一刹那铁青, 我知道他是想赌一下, 但没想到老天都是站在我这边的, 那天刚要付款的时候, 银行就把贷款收走, 里面只剩下二十多块钱。 我这才换了付业收入的那张卡付了款。 最终, 在我方律师的距离力争下, 我很快赢得了这场官司。 出了法院大门, 他们一家人正整整齐齐地站在台阶下等着我。 陈彤彤, 你这个小贱人, 我们家哪里对不住你, 你竟如此狠心? 我的前婆婆站在台阶下, 笨狠狠地看着我, 要是没有旁边的人拉着, 怕是早就扑到我身上了。 我好笑地看着她, 老太太,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以后我赚的工资还必须上交不成。 以前我每次朝礼默然要生活费的时候, 她都一脸理所当然地说, 在他妈那, 是我傻, 不愿和她计较, 也因为那莫名其妙的自尊心从不过多地去强迫她。 没想到, 他们一家拿我当大冤种, 还有, 你家怎么对我? 年复一年的当牛做马, 得不到一个好脸色, 动辄辱骂, 讽刺我有娘生没娘养。 像个保姆一样存在, 却被当成理所应当。 穿着带着我给你买的东西, 在外面大肆宣传我不孝顺。 每次我和林默然回婆婆家, 都能对上一群大妈打量, 鄙怡的视线。 起初, 我还不明所以, 直到后来, 我无意间听到她在外面宣传我, 多么多么懒惰和不孝顺。 我这才明白, 白眼狼就是白眼狼, 怎么胃都胃不熟。 我翻了个白眼, 越过他们就要走。 没想到, 那老太婆嚎叫一声, 就朝我冲了过来, 我听见声音, 朝旁边一闪。 她静止地扑跪在我面前, 脸上更是被坚硬的石面, 蹭出了道道血痕。 妈, 你没事吧? 林默然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随即怒气冲冲地指着我叫妈, 你这人有没有同情心? 我妈六十岁了, 要是出点事, 我跟你没完。 我转过头, 一脸诚恳, 你妈是法盲, 你也是啊。 打架斗殴, 是要被拘留的, 懂吗? 我躲着她是为了她好, 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呀? 你快扶着你妈躲起来吧, 收垃圾的来了。 说完, 不顾她如何在背后辱骂, 我都坚决不回头。 从离开法院那天起, 林默然一家再也没有烦过我。 我从江警房出发, 来到三亚, 开启一个人的旅程。 放到以前, 这是想也不敢的, 毕竟我没了收入, 还要还房贷, 林默然还老是暗戳戳地说她要买车。 我也很想给她美好的, 井井有条的家, 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和不输别人的生活条件。 可惜我一片真心喂了狗。 好在, 回头不晚, 这辈子, 谁也别想再叫我受委屈。 我从奢侈品店出来, 一身华贵的衣服真的为我带来了安全感。 想想, 以前什么都不敢买的时候, 竟然还没有结婚前的消费自由, 越发觉得自己以前一定是被使糊住了眼。 我痛痛快快地玩了半个月, 这才回到家。 刚到家的第二天, 就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 我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 是和我一起从孤儿院出来的闺蜜打来的电话。 喂, 盈盈, 怎么了? 哎呀, 童童, 你怎么还在睡觉啊? 你都上热搜了。 文言, 我勉强打起精神, 嗯, 什么热搜? 我问你, 你是不是离婚了? 还中了彩跳? 我不明所以,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本想等你出差回来, 跟你说的。 嗨, 我早就跟你说了, 他那人不行, 老是扑你。 你快看看热搜吧。 他颠倒黑白, 把他对你做的那些事都反过来说, 现在网上都是骂你的。 要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见证, 我都信了。 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没想到这家人真是闲不住。 好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来头。 我手里的东西早就饥渴难耐,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我打开热搜, 第一条就是警号我身中两个亿的前妻, 见死不救。 里面内容则是一小段视频。 林默然站在医院病房里, 她妈妈躺在病床上直哼哼。 她大意凛然地开口道, 我的前妻陈童童中了彩票, 便要和我离婚, 现在我的母亲重病, 她却不顾一切, 吃喝玩乐, 不管老人死活。 她假装低头是累, 又故作坚强地开口, 我也不是一定要图她的钱, 只是结婚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没有工作, 全都靠我补贴家用, 我联系她无处安身, 这才把房子给了她。 现在我的母亲重病, 我却不得不朝她开口, 没想到她竟然如此狠心, 电话不接, 还骂我妈怎么还没死。 我不知道她怎么就对我妈这么大的敌意, 而且我别无所求, 只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救救我妈。 她生了很重的病, 必须尽快治疗, 但费用过于昂贵, 我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用这种方法逼你现身。 说完, 又抬起通红的眼看向屏幕, 一个隐忍又有责任感的丈夫 跃然于屏幕上。 毫无意外地, 我火了。 这条视频的下面 已经有十多万的留言, 热度最高的百十来条 都是骂我的。 哇, 没想到, 现在天底下 还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 是啊, 都为了照顾她将房子都给她了, 都有这么多钱了还这么吝啬, 真给女的丢脸。 我自虐一般的翻看评论, 不宜会变红了眼眶。 委屈, 愤怒的情绪一拥而上, 将我整个人淹没。 无关别的, 只是没有想到, 她竟然能说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话。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父亲因病去世, 母亲一个人拉扯她长大很不容易, 早早地就要出门卖早餐。 寒冬腊月, 狂风骤雨, 从不停息, 因为断了一天, 就可能交不上她的学费。 所以, 我刚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羡慕她所获得的母爱, 又觉得她母亲很伟大。 在她母亲对我指手画脚的时候, 她不是不知道, 但她从来不干预。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将我拥入怀中, 轻声解释, 她母亲太苦了, 这才养成这样的性格。 但人还是好的, 请我不要在意。 我信了, 我迅速沉浸到她 给我编制的香甜美梦中。 每天任劳任怨, 她母亲对我不好, 我就加倍地对她们母子好。 我坚信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完全没有想到, 她不是草木, 她是完食, 还是毛坑里的。 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她叫我陪她出门逛街。 我扛着运途走出家门, 在出商场的时候, 一辆轿车不受控制地 朝人群冲了过来。 她只要不推我, 轻轻地拉我一把, 或者自顾自地跑了, 我也不会向前倒去。 摔倒在车轮下面, 我能感觉到温热的鲜血 从腿间缓缓流出。 一阵剧痛从体内传来, 意识之间, 我竟然分不清 这痛是来自腹部 还是心脏。 再次醒来, 就是在医院了。 屋子里没有人, 点滴却已经溅了底。 我举着吊瓶, 盘山着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 听到门口隐隐传来 我婆婆的声音。 我不是故意的, 是她自己笨, 跑都不会跑, 怪我吗? 我婆婆带着 不耐的声音传来, 语气里满是对我的嫌弃。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现场监控 就是看到你推彤彤了, 她醒了之后 我怎么和她交代啊? 交代? 交代啥? 我是老人, 她都没有照顾好我, 我不怪她就不错。 你还让我跟她道歉呢? 我告诉你, 没门。 林默然的语气透着无奈, 似乎也拿她妈没有办法, 那现在怎么办? 大出血子宫摘除, 以后彤彤再也没办法要孩子了。 我早就跟你说, 她一看就是一个没福的, 咱家隔壁从小跟你一起 玩到大的赵心童, 你还记得吧? 人家一直在等你, 而且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我看她好得不得了, 不知你怎么就被这个小狐狸 惊迷住了眼睛。 哎呀, 妈, 我不喜欢她, 我只喜欢彤彤。 我脚步不稳, 不小心撞在门上, 发出了声响。 黎默默然抬头对上我的视线, 有些惊慌失措, 忙跑了过来, 醒了, 彤彤, 怎么样,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对上她的视线, 里面是满满的滩溪, 我摇摇头, 掉瓶墨药了。 那你等我, 我去找护士。 她出了门, 我对上我婆婆的视线, 她极不自然地转移了目光, 我却一瞬间喊了心, 她竟连句道歉也没有。 你失去的只是子宫, 而我妈没的可是自尊啊。 莫大的嘲讽向我袭来, 我只能回到屋子咽下苦果。 这一辈子, 我再也没有了当母亲的权利。 我闭上眼睛, 从回忆中抽身而出, 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撕破他们那一家人恶心的嘴脸。 幸好, 我早有准备地留了一手。 从我离婚后, 只要和他们家人接触的所有过程, 我都用手机录了音。 毕竟, 就为了这有朝一日能用上。 索性不负众望, 他们家果然如同我想的那样, 开始作妖。 现在的我早就对他们家厌恶至极, 我将这些年来在他们家的经历写成长文, 并且加上早就准备好的录音, 没有经过任何剪辑, 原汁原味地发了上去, 并且聘请不少专业大V为我转发。 同时, 我也没有闲着, 找到之前帮我打官司的金牌律师替我起诉前夫一家, 以诽谤他人的名义。 因为大V们的影响力, 我的长文和录音被顶上了热搜。 两极反转的剧情使得一众吃瓜群众津津乐道。 天哪, 这就是传说中的求垂的垂吗? 这个男人好恶心, 他怎么把吃软饭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又清新脱俗? 估计是没有想到他前妻有录音。 想说成白的就说成白的, 这太可怕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男人面相看着就很猥琐? 网络上硝烟四起, 我在现实中也没有闲着。 我找人查了一下近三个月林漠然的路线。 果然不出所料, 他在他母亲的旁边单元, 买了一户三室两厅的房子。 那里, 藏着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 我看着手里的照片, 一阵阵反胃涌上喉咙。 林漠然领着大富翩翩的女人走在路上, 眼里满是细碎的笑意和幸福。 这个怀孕的女人我见过, 在我和林漠然的婚礼上, 她曾出现过。 穿着一身类似婚纱的白色长裙, 梳着和我差不多的盘发。 目光哀怨地盯着林漠然。 而我的婆婆将她带在身边逐一向人介绍。 我问林漠然, 这个女孩是谁? 她抬头, 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随即回答道, 啊, 我妈的干女儿赵新童, 我妹子。 随即看我不善的神色, 又嬉皮笑脸地凑上来说道, 怎么了? 吃醋了? 别气别气, 谁能有我们家彤彤好看? 我笑着推了她一下, 虽然得到了回答, 但心里始终留下了一根刺。 直到后来, 我子宫摘除, 才在住院期间又重新听到了这个名字。 出院后, 我回到家中, 林漠然也曾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但自从她妈开始频繁给她打电话之后, 叫她过去之后, 慢慢地她便开始对我不耐烦起来。 直到有一天, 我从她的微信上看到了一个被著名为童童的好友跟她说话。 林哥, 你今天过来吗? 我家里停电了, 我好怕呀。 童童别怕, 我现在就过去。 好的, 你快来, 不过, 嫂子怎么办? 没关系, 她胆子可比你的大多了, 你等我, 我马上到。 我这才明白那天停电时, 为什么她那么神色匆忙地离开? 我问她, 她支支吾吾地说, 我婆婆她们小区停电她要去看看。 说完也不顾我的反应, 穿上衣服就走了。 没有问问我一个人在家怕不怕, 我也是一个胆怯的小姑娘啊。 我将照片收好, 交给了律师, 并且向她提交了我前夫林默然婚内出轨的证据。 购房证明, 开房记录, 以及从垃圾桶里掏出的运产检报告单。 姓名是赵新童, 日期赫然是和我离婚前的四个月。 那时候的我在干吗? 为我的孩子伤心难过的同时, 还要打起精神伺候林默然。 这如同八卦狗写剧的情节, 竟然在我身上上演。 小丑竟然就是我自己。 幸好, 金牌律师认为这些是强有力的婚内出轨证据。 并且表示凭借这些东西可以进行起诉, 并且重新分配财产。 我同意了这个方案, 甚至表示还可以更狠一些。 我要让他们身败名列的同时还散尽家财。 开庭当日, 我坐在原告席上好整以侠地盯着那两个伪善的人, 环顾了一下观众席, 毫不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孕妇。 他对上了我的视线, 十分心虚地色缩了一下。 我敏唇一笑, 现在就让我来看看你们的感情究竟有多么深厚了。 我方律师将所有证据呈上, 并且向法院提出了被告的诽谤罪。 基于证据确凿, 毫无疑义地, 我获得了胜利。 接下来, 我的律师又重新取出了一份文档。 上面装装渐渐地记录了我的前夫林默然和赵新童的相处过程, 以及各种同居证明。 确认林默然和赵新童在我们婚姻期间存在同居关系。 经过证据表明, 这属于婚内出轨。 林默然惊恐地看着我, 似乎不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 我敏唇一笑, 不用惊讶, 多亏了你的好妈妈, 要不我真发现不了这些蛛丝马迹。 你妈之前去我那里要房子, 张口闭口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并且表示你的身体特别好, 我就在想怎么个好法呀。 我太好奇了。 这不, 真得谢谢咱妈给的启发, 还真让我找到了。 是不是我的孩子刚没, 你就忍不住了。 真好, 原来你这么想当爸爸呀。 我面带微笑的鼓鼓掌, 林默然闻言, 回身看了他母亲一眼, 老太太回避了目光, 小声嘟囔, 我就随口一说, 没想到他就猜到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他肚子里的就是我的孩子。 我知道你会这么问, 自然是他自己做无创的时候 查的DNA检测了, 跟我可没关系。 至于他为什么做这个, 那我可不知情了, 我眼看着台下的孕妇 一下子惨白了脸, 低下了头。 林默然走到如今这个位置, 自然也不是个白痴, 想一想就明白, 自己头上也是一片青青草原。 他宛如虚脱了一样, 坐回椅子上, 目光呆滞不发一言, 这就受不了了。 我的前夫婚内出轨, 证据确凿, 我申请重新分配婚内资产, 这时候的林默然才真的慌了。 陈彤彤你不用做得这么绝吧, 咱们俩好歹是夫妻一场, 而且我妈还病着, 我眯眯眼睛, 我做得绝。 如果我请不起律师, 无法替自己辩解, 就任由你们一盆脏水倒在我的头上, 让人网抱我, 人肉我, 现实中在别人面前, 也抬不起头。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算是让你完明白了。 你, 我不顾他要吃人的目光, 将战场重新交给了律师。 最后, 在资产重新分配的情况下, 他名下的三套房子, 还有现金全部给我, 而公司的财产, 数他一人所有。 虽然我看不上那撒瓜俩枣, 但看他吃别, 是我用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我为本次开庭申请了直播, 毫不意外地出了法院大门, 就被一堆记者围了起来。 我一出门, 早就雇佣好了四个保镖, 就把我围了起来, 保护我走出包围圈。 直到我坐到车里, 记者都没有散, 我好心地告诉他们, 别等我了, 我前夫他们马上出来, 还不如找找他们来得快。 几个聪明的记者文言, 马上拎起相机, 朝法院门口冲去。 因为网上那场骂战, 大家都想争先报道, 获得一手资源。 回到家里, 我好好地睡了个天翻地覆, 醒来后, 却只能感觉到 一阵阵莫名的空虚。 人吗? 总是要靠什么支撑着的? 无论是爱与恨, 都是一种目标, 人们为之奋斗, 无论得失, 无论成败。 过了几天, 我的闺蜜回来了, 她心疼地抱抱我。 盈盈, 不用这样, 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快乐。 我懂, 这大平层, 这小野马, 这存折上的小鱼鹅, 你还要啥自行车? 倾索言甚是, 嘿嘿, 走, 购物去。 从那天起, 林默然这个名字和他的家庭 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每天我都过得潇洒又自信。 我回了孤儿院, 捐了一笔钱。 虽然我在这里并没有体会到童年的欢乐, 但它却给了我二次生命。 我还领养了三只猫和两条狗。 剩下的钱, 有专门一部分我用来资助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 直到有一天, 商场的C告诉我新到了一款包, 非常适合我。 刚回来的我正是无聊, 便来到了商场, 一气买了五个包包。 在C笑容满面送我出门的时候, 我有些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林默然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前婆婆, 正穿着保洁的服装蹲在地上擦地。 旁边是一个主管模样的人, 正在训斥她。 我的前婆婆脸色战红, 不停地点头哈腰, 这才平息了主管的怒火。 她站起身来, 不经意间对上了我的视线。 那一刹那, 我看清了无尽的后悔, 色缩, 以及憎恨。 直到后来, 我才听说, 林默然的公司倒闭了。 没有人愿意 和她这样人品不好的公司合作, 在没有资金流的情况下, 她早早地就申请了破产, 剩下的钱也都拿去还债了。 而天不遂人愿, 她在破产后, 选择了黄袍加身, 送起了外卖, 却在一个凛冽的寒冬出了车祸, 没了一条腿。 从那之后, 她成天酗酒, 短短两年的时间, 就像老了二十岁。 更是在一次醉酒后, 家暴了赵新童。 赵新童受不了, 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 至此, 她们家的劳动力 只能落在老太太的身上, 成也萧何败萧何。 我婆婆可能没有想到, 自己不仅要养儿子小, 还要养儿子老。 天道昭昭, 因果不爽。 现在对我来说, 她们只是我的过客。 我的未来还很遥远, 还有大把的时间 去重新认识这时间。